清磚雅的婚姻 朱古姻冠軍 朱古姻黃 朱古姻黃 朱古姻華 朱古姻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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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古姻光 朱古姻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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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了 昨天在委员会你也做针对 泄密这样子做了一些说明 是的 所以昨天说过话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说过话算不算数 我当算数 那你昨天说希望昨天晚上 完成这个初步的报告 今天能够出现这个所谓陈楚明 他为什么 又变成一个礼拜了 我昨天讲的报告委员 我昨天讲的是针对 委员讲的是院长给我的指导 希望有些要尽速的调离限制 我说因为昨天都在立法院 所以这个所谓调离限制已经算惩处了 不是 调离限制是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后面的行政的疏失 我们再看谁有督导的承认 可是您昨天在委员会回答是说 希望在昨天晚上完成调查 看今天能不能公布 跟委员报告 先调离限制 后面那个 昨天在国防委员会也给了我们一周时间 再做一些内部的 就是哪些有 在这些事情上有失职 或督导不周的地方 我们再做一些行政上的处分 那这个 部长请问一下 主要的疑点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离清了没有 主要的疑点 可能在程序上 我们有些不够周延 或者说有些 比方说 你所谓志愿搜索同意书 到底在哪里签的 光国防部自己有三个版本 三月七号早上 宪兵的参谋长冯玉说 车上签的 然后下午 宪兵指挥官说 是卫性民众的家楼下签的 然后今天下午早上 你又说 到家前的车上签的 到底最后版本是哪一个 报告委员 这个已经交给北检了 一些由北检去问清楚吧 因为这边 车上有很多人 他们应该不会说谎话 可是你早上自己不是说 是在到家前的车上吗 这是你最后的 你所获得的资讯对不对 我早上没有讲的这一段 媒体不是问你吗 不是说在到家前的车上吗 这个跟调查无关了 您所掌握的讯息 是在哪里签的 应该是 报委员 这个我们交给北检去 你这样问的话 就一直在这一段里面 不管是车上签 上车签 一直到家里签 因为这个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你不是当事人 我当然知道 可是作为一个国防部长 总是有个初步的 行政调查报告说 到底在哪边 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不清楚 在哪里间 还是不能说 我当然 你清楚 但是不能说 现在已经北检 侦察不公开 我不愿意在这边 好吧 反正你们有三个版本 民众就自己猜吧 不过这个很快就会 就离心了 到底有没有全程录影 我们现在了解的 绝对委员讲的是没有错了 我们绝对可能全程讲的 可能是他一个叙述 所以冯毅讲说 全程有录影 然后后来 宪兵的指挥官说 车上没有 所以的确不周延是不是 就是全程的定义 可能大家定义的不一样 所以国防部发言的说法 你是赞同的 我们大家对全程的定义看法 跟一般民众的理解 是有落差的 不是 这个我们要检讨了 以后我们在这方面 应该可以做得更细致一点 当然重点 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竟然不录影 这显然是有很多的瑕疵的 这一点国防部 在检讨报告里面 是非写不可 对不对 我们会去 当然我们行政调查 可以去问 可是因为北检介入以后 很多事情 我们也不便在问太多了 所以你们现在都用 所谓的已经进入正常阶段 都不再做任何的说明了 没有 我们会侧面了解 很多一些当时的状况 因为现在北检 已经在约寻这些当事人了 他们很多话都讲说 他们已经接受了北检的约寻了 侦查不公开了 那侦查不公开是司法那一部分 对不对 行政调查的部分 部长我们说一个礼拜交出来 是不是 昨天讲的是一个礼拜之内 把这个我们的陈储的 要做出来 那我们自己会不会行政调查的部分 我们会了解哪些私职的 倒不是这些当事人是 我们上一阶层的这些人 督导不周 或者说有些事情 并没有去防范到 那我会在外交国防委员提出 要求你们做专案报告 针对这个案子 整个调查请做专案报告 请部长准备一下 好 谢谢部长 那边请那个 主席不好意思 请那个外交部林部长 并您部长 罗伟好 部长好 院长您知不知道 这是总统出访的相关的细节 或是相关的规划 院长 请问您知道吗 行程我大概知道 您知道花多少钱吗 这个我不清楚 清楚还不清楚 不清楚 部长您有没有跟院长报告 我昨天在委员会也说明 我们全年度的预算 是一亿两千多万 我知道 全年度预算多少 大概原则上希望能够在 控制在这个半额的左右 花一亿也是一亿两千万范围 不是在半额左右 多少左右 就是一半的这个数额 因为今年我们预计的规划 大概是两次出访 两次出访 预订对 你刚才部长刚才提到 外交部2016年年度预算里面 有关出国访问变了多少 一亿 对一亿两千五百多万 那这一次的出访 花多少钱 我们现在因为还在规划当中 因为有些钱 也有其他单位要分摊的钱 部长您很清楚 所谓的出访的费用 不是只有总统出访 对不对 不是这个是高层出访 没有没有 你们预算的别内容里面 出国访问 包括了政府援手特使 五院院长部次长 及政府中央官员的出国访问 等经费 一亿两千多万是包括这些 你的预算项目里面是包括这些 不是只有总统出访 我的了解 其他的工作的访问 事实上还有相关的经费 是可以来运营的 可是你们自己看预算书 基本上主要是用在高层出访 好 就算只是用在高层出访好了 这一次一亿两千五百多万 将近六百万对不对 总预算里面 久安费用 久安专案的费用多少 不 我刚才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有一些 这个费用 总是要抓一下 国安会 国安局 因为他们有些要分摊的费用 这个要基本上要做一些规划的 我们会后一定会来 一般我们的专案费用 因为国家不很清楚 至少有包括机票款的部分 包括业务费用等等 对不对 这次飞机是用包机 还是用其他方式 我不是用包机 我想按照过去的例子 我想都是用包机 部长你确定吗 确定 确定用包机 马总统第一年出访 是做包机吗 这个 2008年出访 不是做包机 是先做 是一般的商务客机 到了美国之后才做专机 包中小型的专机 再到中央美洲去 那时候马总统还很骄傲 去国家省了100万美金 第一次不是做包机 不过我想原则上 基本上我们适当是用包机的安排 同意啊 当时马英九都不要这么讲 很多媒体的同仁 另外还有很多随行的人员 部长 这是出国人数大概多少 我们控制在 包括媒体 都控制在100人以内 100人以内对 这是包什么飞机 原则上是请华航安排 这个波音 波音747 对 747可以做多少人 因为 因为747其实比777要 那个预算要比较便宜 747可以做多少人吗 747大概可以做到 差不多将近400人 做400人的专机吗 对不对 就你们100人要做 对不对 我们大概是100人 因为很多 因为还有很多媒体 媒体顶多二三十位 大概三十位 因为后面的工作人员 希望他们一个人做的 因为长城要做的 比较舒适一点 他们后面 所以可以躺在上面就对了 也就是经济舱的部分 事实上是有媒体的人员 他们还有工作人员在分 所以你们预计 大概100人上下要出国 对 然后现在租了 或包了 77的班机 全程 我刚刚跟委员报告 其实是因为 它有很多的座位 是经济舱 所以经济舱的座位 我们是让媒体 他们能够做得 做两个三个 我同意吧 媒体也不过 媒体现在大概多少人要去 媒体预定 大概是30人左右 30人左右吧 每个人给他三个位置 也不过100啊 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也是一样 因为我不能让他们 坐在经济舱 你们就算包了77 对 部长 77包机多少钱 这个部分我要去了解 因为 我告诉你 过去十多次的 总统包机出访 审计部的资料都有 是 包机大概6000万左右 不会超过 我想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6000 有没有超过5000 这个还要再了解一下 有没有超过5000 我们还在 刚才讲吧 6000上下 对 不会超过6000 我再了解 不会超过6000 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跟华航 有没有超过5000 我们再跟华航在进一步的协商 就希望能够控制到最低的 部长 下礼拜都要出访了 价钱还没谈好 我们希望华航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 这个价钱 可是过去已经那么多次的包机的机会记录了 大概多少钱知道吧 我大概了解 我们的会计部门送这个签诚上来 或是地医师送声线上来 总是要讲包机花多少钱吧 没有 我就是请我们礼宾处要跟华航之间 能够尽量的能够把相关的预算能够控制到 部长 我给你报告 我们调了审计的资料来看 过去的包机记录 以那么多的天数 这么多的距离 大概6000上下 大概6000上下 光包机 还有我们业务费用 业务费用包括是支费 内陆的交通费 交际费 行政费 杂志费等等 大概花多少 一两千跑不掉吧 我刚刚跟委员提到 这个包机的部分是因为像媒体的部分 是他自己要分摊 还有就是国安局的同仁 还有国安会的同仁 也要自己分摊 这个是分摊的钱 你把媒体的钱收过来之后 一个人说三万五万 对整个五六千万的包机费用 这个有限 它有一个分摊的比例 那你要叫媒体把你分摊一半是 五千万叫媒体把你分摊一半 我印象里面不是三五万 因为媒体事实上按照它的 这个旅程 事实上它有一个分摊的金额 所以那个所谓的包机费用里面 五千多万 有一部分是媒体 他们要自己出 媒体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随行的人员 他们要做一些分摊的钱 五千多万的包机费用 如果再加上 所谓的相关业务费用 您出抓 部长要花多少钱 就是我刚才讲到 我们希望能够控制在 这个年度 这个高层访问经费的半额 好 我就是要问部长这个事情 一二千五百九十六万 是今年度 总统出访 不扣掉高官 其他高层官员 光总统出访的部分 这一次 马英九总统出访 有没有用掉一半以上 我们希望能够控制 希望能够 那我问部长 目前你们自己内部的评估 有没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费用 我刚刚跟委员报告 因为有些经费 他要用大家来分摊的部分 要做一个详细的计算 如果超过一半怎么办 如果超过一半 那部长我问你 如果我们的蔡总统 未来用同样的规格 到国外去访问 还有钱再办一次吗 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部分我相信 如果这是一两千多万 如果我们经费做一个详细的估算 就是经过分摊之后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经费 做一个合理的运用 部长不要忘了 回来之后 要到外交委员会做专案报告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以我们过去 对外交部出访的经验来看 这次出访可能要八千万上下 五千五百多万的包机 加上一两千万的所谓的业务费用 那八千万多要上下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分摊的经费 要能够把它计算得更清楚 所以媒体去的注意 你们要分摊多一点 它有一个分摊的比例 我想是由各相关的出访的人员 所以准备要跟你们外交部出访的 要注意了 他们分摊会用多一点 让你们尽量不要再超过 我们年度预算的一半以上 这个是我们在规划的一个情形 如果真的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审计单位过去的资料 来出刮这次总统出访的 初步的抓一下 总统出访费用的话 有可能用掉年度一亿两千多万的 预算里面的一半以上 甚至高达六成 我只要问部长 有没有超过一半以上 刚才我已经跟委员报 就我们会来做一些经费的分摊之后 我们才会了解最后那个经费 如果超过一半以上怎么办 我们会尽量控制在那个 尽量控制 但是万一我刚才问了 如果超过怎么办 今年才三个月 后面还有九个月 蔡总统还没就任 马总统已经把今年度的出国的费用 可能超过一半以上使用完了 甚至高达六成 总统就任当时520之后了 因为后续的这些规划 事实上我们也 可是新总统的出访不重要吗 不是都很重要 我们已经请我们礼宾处 就后续的一些活动 也有在做规划 我们认为马英九总统 这个毕业率是一种傻大钱的做法 非常不恰当 不论它的正当性 而且是有限外交资源的一种滥用 很严重的影响外交工作 我想委员这个外交工作 是有它的重要性 我当然同意 可是这么有限的外交资源 我认为这样的出访 如果到时候真的出国回来之后 发现它的预算超过了一半 甚至更高的比例的话 我们会尽量的做一个合理的控制 这个我们事后 当然也会跟委员做一个说明 当然这个报告很重要 等到回国之后 一定要做专案报告 如果到时候被我们发现 它有超过一半以上 甚至更高达六成以上的比例 被马英九花掉的话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 我了解 我们会来做一个最合理的 我们不希望这个所谓酒安专案 这个永久的酒 国家藏着酒安的酒 变成让马英九一个人 安心的一个专案 我想不会 我想我们外交的效益 我们一定会注意来确保 人民的纳税钱 要好好的好好的使用 谢谢院长 谢谢部长 谢谢罗委员的咨询 谢谢张院长 现在请